備戰二零二五亞洲杯南籃 培訓國手涵蓋四大職業聯賽 正中年輕好手補強 除了去年拿下亞運 三對三金牌的林信寬之外 還有新生代後衛高警衛 及UBA政治大學主控游艾哲 新生代後衛群一口答應徵招 不過正式名單預計開打前一週拍板定案 而目前效力CBA上海大鯊魚的劉真 也表態願意配合 傷兵名單還包括黑豹阿巴西 腳踝不舒服 新臺灣人阿提諾 則卡在合約問題 能否出賽也是未知數 這屆亞洲杯資格賽 一共二十四支隊伍參加 臺灣分賽B組和香港 菲律賓 紐西蘭同隊 第一階段打完後 分組前二能直接晉級 至於第三名還要參加外卡 以六取四方式進入會內賽 紐西蘭是一個比較年輕的球隊 那他有很多高大的球員 那菲律賓這次我們在亞運 其實有碰到過 第一階段二月底馬上登場 在主場臺北和平籃球館開打 二十二號對上紐西蘭 二十五號再戰菲律賓 亞運主帥桑茂森再度領軍 年前開序磨合 力拚最高榮譽 三立新聞 領文山珍家宣 新媒報導